只要我们在编曲上面做一些调整 音乐禁演综艺批歌3上线以来 持续引发热议 节目播放量、话题讨论度、舞台传播力等表现抢眼 32位哥哥凭借过硬的舞台实力和鲜明的个性魅力 赢得观众的喝彩 也为芒果交出一份满意的成绩单 历经出舞台和一公舞台的历练 32位哥哥渐入佳境 他们的胜负欲也彻底被激发出来了 相较于P哥2 本季哥哥明显更内卷 大家都不想在舞台上输给对方 私下里也没少加恋 连上一季一直躺平的信都改头换面了 不仅舞台卷出新高度 哥哥们在真人秀部分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王耀庆、胡彦斌、陆毅、0713男团等社交达人轮番上阵 很好地调节了节目的气氛 蔡国庆更是成了节目里的宝藏哥哥 在第一次团建活动中让哥哥们的关系彻底破冰 也让真人秀内容喜剧效果拉满 P哥3第一次公演告一段落 徐少阳、郑家颖遗憾出局 30类哥哥迎来竞争更加激烈的二公舞台 二公将以队长为核心 扩边重组四大部落 八位候选队长诞生如下 一公舞台诞生的两位MVP马国千、罗杰夫直接成为候选队长 其余的哥哥根据报名举荐产生三位候选队长 王耀庆、胡彦斌、陈楚生三人成为队长 剩余的哥哥根据个人喜爱度排名产生三位队长 三人分别是林志颖、信、张远 八位队长能否转正还需要进一步考验 转正分为两轮 第一轮为八进六 八位候选队长在个人喜爱度排名前13的哥哥中抢人 率先组成三人组的候选队长 协组晋升第二轮 马国千不想和一公合作的队友分开 宝石老舅甚至为了能和马国千组队而放弃了队长竞选的资格 一心想要保驾护航 于是马国千、宝石老舅和苏晓丁很快组成三人组合 林志颖想继续和一公有合作的王月星、阿普组队 但陈楚生也早早来邀请自己的好兄弟王月星 王月星当然不能拒绝自己的老大哥 于是林志颖的愿望落了空 不过林志颖很会审视多事 在抢王月星、弹壳等人失败后 他主动选了魏哲明 于是早早组成了三人队伍 抢到了好兄弟王月星后 陈楚生也找到了另一个好兄弟与好名 林713的好兄弟又凑到了一起 这一次张远成了那个落单的人 作为本季节目中难得的舞蹈担当 何展成也成了众人追逐的对象 信、张远、王耀庆三人同时抛出橄榄枝 何展成最后选择了王耀庆 虽然张远抢人失败 但王耀庆给出了新思路 他让张远直接放弃队长资格 最后加入自己的战队 而王耀庆也抢到了实力唱将张栋梁 早早组队成功 罗杰夫、陆毅、瘦子、蛋壳四人在一共舞台就是队友 他们在一共合作的没有时间后悔拿下上半场的第一名 罗杰夫成为候选队长 其他三人恰好都在个人喜爱度排名前13的范围内 但罗杰夫只能先选择两个人组队 局面变得很尴尬 不过陆毅想挑战唱跳舞台 瘦子、蛋壳和罗杰夫不想搞唱跳 于是罗杰夫想要抛弃陆毅而选择另外两位哥哥 胡彦斌向陆毅发出橄榄枝 陆毅这时候展现了自己的高情商 他选择成人之美 自己加入胡彦斌的队伍 让另外两个兄弟和罗杰夫组队 蛋壳和瘦子同样很抢手 信、林志颖、王月新等人都跑过来抢人 不过瘦子还是很贴心 考虑到罗杰夫在抢人方面会吃亏 不想让好兄弟最后一人落单 于是拉着蛋壳和罗杰夫一起组队 第一轮抢人过后 六个三人组合诞生 张远和信两位候选队长组队失败 两人也失去了竞争队长的资格 值得注意的是 个人喜爱度排名前13的哥哥都接受邀请 12人组队成功 排名第6的蔡国庆反而没人选选 不过面对这样的尴尬结果 蔡国庆并没有黑脸 而是通过调侃自己的方式化解了尴尬 第二轮六进四 六位候选队长邀请个人喜爱度后 九名的哥哥入队 率先组成五人组的候选队长即可转正 否则队伍原地解散 选择权这一次在九位哥哥手中 舞者马晓龙对受瞩目 王耀庆和罗杰夫都把目标锁定在他身上 马晓龙选择加入王耀庆的队伍 抢到了马晓龙后 王耀庆又抢到了徐良 快速组成了一个五人队伍 罗杰夫看到形势不妙 于是又找到了胡冰 蓝正龙 两人也同意加入他们的队伍 罗杰夫也快速组成了五人战队 陈楚生的目标比较明确 首先抢到了实力歌手品贯 大家以前在殷宗节目中有过合作 自然组成了一对 陈楚生接着又去抢另一位Vocal李久哲 但是上山下的三位队友马博谦 宝石老旧苏小丁也投来渴望的目光 王月新不想拆散他们 但老大哥陈楚生不想放弃这么好的歌手 李久哲最后通过抛徽章的方式 决定自己的选择 他最终加入了陈楚生的队伍 不过内心还是很愧疚 胡彦斌组队的过程简单而又直接 他直接找到了魏巡和关志斌 没有啥竞争对手 快速组成了五人的战队 第二轮抢人过后 马博谦和林志盈两位候选队长组队失败 两个队伍全组解散 胡彦斌 陈楚生 罗杰夫 王耀庆四人 成功当选队长 批哥三二宫共有两种阵型 两个七人部落和两个八人部落 各个部落根据人数补齐队伍 又是一场抢人大战 胡彦斌一直贯穿自己的选人策略 那就是选择人气高的哥哥 所以他主动选择了人气非常高的林志盈 两人也一派即合 王月新第一时间把徽章给了张远 0713男团合体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但是张远却开始纠结起来了 他直言孩子不能一直待在家里 其实内心已经放弃了0713男团 而面对王耀庆再次发出的邀请 张远还是选择了自己想要唱跳舞台 最后加入了王耀庆的战队 而好大哥陈楚生也尊重张远的选择 张远选择抛弃0713的操作 确实让人看不懂 对于他本人来说获得了话题和关注度 但对于观众来说是一种损失 陈楚生部落主动找到了宝石老舅 但宝石老舅还担心苏小丁是否有人选择 正好张远没有入队 于是宝石老舅和苏小丁两人一同加入陈楚生战队 蔡国庆咖位大 人气高 而且能给团队带来正能量 可惜的是 在分组选人过程一直孤零零无人选 在选人接近尾声的时候 王耀庆主动选择了蔡国庆 之前还调侃蔡国庆是老人家 关键时刻还是选择相信兄弟 0713男团也想到了蔡国庆 只可惜晚了一步 蔡国庆被王耀庆选走了 整个二公分组选人过程好戏不断 看得出来 哥哥们都很现实 有实力的人终究会被看到 比如两位舞者何展成和马小龙就非常抢手 而蔡国庆哥哥的劣势就比较明显了 整个分组过程被冷落 不过他的心态确实很让人敬佩 批哥三二公的竞争更加激烈 四大部落都拿出看家本领 小考的加入让赛制更有趣 期待哥哥们在舞台上的精彩表现 林志颖痛失了队长之位 这也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 一直以来 林志颖都是一个唱跳剧家的前辈 也有着很好的人气 没有想到 在第二次公演的舞台上 他居然失去了自己当队长的资格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哥哥 他就是胡彦斌哥哥 越看节目 越了解胡彦斌之后 就会喜欢上这个其貌不扬 却有着超强个人魅力的男人 胡彦斌真的很适合成家立业 首先 他情绪稳定 脑子灵活 做事情有规划 胡彦斌真的是一个宝藏全能型的哥哥 在选人的时候 胡彦斌也非常的果断 他很快就找到了心目中要合作的哥哥 快很准地出手 他非常适合当领导 有着很清晰且清醒的规划 在选人方面 他很明确自己队伍需要的是高人气的哥哥 只有火力直高的哥哥 才能增加赢的几率 所以 在选择哥哥的过程中 胡彦斌选择的都是高人气的 比如陆毅 陆毅虽然年近50岁 并非小鲜肉了 但是他一直都是知名度很高的哥哥 在第一次公演中 陆毅的演唱功底也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选择让陆毅加入自己的战队 绝对是一件非常明智的选择 在排练的过程中 胡彦斌给每个人都做出了计划 还为大家打气 这样 整个团队就有凝聚力和上进心 当组员面临困惑的时候 胡彦斌也第一时间给予帮忙和开导 当魏巡因为信心不足 而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胡彦斌三言两语就开解了他 当队员中的官智斌的人气和业务能力略差的时候 胡彦斌也给予了信心以及鼓励 甚至做好了为他兜底的准备 果断 高情商 智慧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队长应该具备的能力 看懂了胡彦斌的全能 就懂了林志颖为什么会痛失队长 他殊不是没有实力 而是没有胡彦斌的果断和智慧 作为一个决策者 肯定是不能优柔寡断的 在选人的环节中 林志颖非常的犹豫不决 而且还全程慢悠悠的 林志颖此前一直都是单枪匹马 没有组过团体 所以他并不知道团体的重要性 林志颖还以为王月欣和阿扑会一直跟在他的身边 他太过于高估了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和地位了 在林志颖犹豫的时候 陈楚生先一步选择了王月欣 面对林志颖和陈楚生 王月欣肯定会选择陈楚生 陈楚生就比林志颖要清醒果断得多 他很快就出手 既然作为队长 他就要为自己战队去努力争取 这才是一个队长该具备的 林志颖犹豫的一分钟 就痛失了王月欣 当他主动去抢李九折的时候 他还是抢不过大家 最后李九折花落陈楚生团队 林志颖自然就痛失了队长 他输在了不够果断 又太过于佛系 林志颖其实不大适合当队长 也没有当队长的气场和领导能力 相比上一季的 同样是弯弯的男神的苏友鹏 林志颖也略续一筹 他没有苏友鹏的拼劲 也没有领导力 最后他加入了胡彦斌的战队 这才是最好的选择 林志颖加入了胡彦斌的战队 这绝对是双赢的局面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有资格和条件 当队长的 当队长真的是需要多方面的考量 和综合实力 期待林志颖后期的蜕变 这样才可以有资格和条件 请开启骨 不如是 某句 带一托